Leo 聊世紀 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凶人對上賽特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凶人這邊的選擇文明的特性 開局使木頭簡易板 但是人口直接到200人口 他是唯一一個不需要蓋房子的文明 凶人他的馬功是非常便宜的 城堡世代有9折 電用世代是有8折優惠 後期可以轉出遊俠會比較好 遇到路途文明的話還有槍兵可以用 但是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整體來說凶人算是一個偏打架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Vriper這邊的文明特性 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他的伐木是速度最快的文明 而且攻城器攻擊速度也是 而且只要點一下金罐 攻城器的血量也是最多的 所以他也變成這個遊戲裡面 升頭戰術最強的文明 只要直層上去升頭一出來 基本上能擋住的人很少 除非你是頂尖高手才有機會擋的下來 賽爾特人的打法會比較偏向於步兵路線 因為他的步兵路線是有移動速度加成的 再加上松蘭武士 哇這個松蘭武士價格便宜 移動速度跟騎士差不多 重點是造價便宜 而且傷害跟遊俠一樣搞14加4 18點的傷害 那賽爾特人呢 雖然他有遊俠也有大洛馬 但是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所以他是一個很微妙的騎兵文明 你要說他是遊俠文明 他確實也算 他是比較殘廢的遊俠 遊俠可能馬跑一跑腿就斷了 或者是就平血倒地了 都有可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賽爾特人 這邊viper選擇的文明打法 最近viper很常在天梯上打 所以我們最近的影片 可能會多圍繞在這些頂尖高手身上 viper他的實力 目前還是公認世界最強 或是第二強 有些人可能會一直覺得說 viper雖然一直輸給hera 但是在他們心中還是最強 其實我也是這麼強 他在我心目中依舊是永遠的神 就有點像是T1的Faker一樣 在我心中 世紀帝國2裡面 他就是我的神啊 所以我還是會很想要播他的比賽 所以如果可能不太喜歡viper的觀眾 可能要近期多多包容一下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看viper怎麼玩 世紀帝國 好那來看一下凶人 這兩邊已經點下了織布技術了 好那現在 織布技術點下 兩邊都沒有偷織布 好同一時間點下封建師的 哇你看這個秒數 跑的時間是一樣 城鎮中心的閒置喔 都是0秒鐘喔 可以看到這一波 兩邊都是非常頂尖的 哇然後viper把自己的村民 放在了金礦的 這個點裡面啊 這就意味著 如果viper被工兵射穿這裡 那這兩村就只能第一採礦地 繞幹了 所以viper這個我覺得是有點賭的 但是這個優點呢 是可以讓其他的村民 在旁邊採礦的時候效率會更好 不會有更多的村民碰撞的問題 好viper這邊是直接使出了3棒棒 但是 HART也是3棒棒 薩爾特人第一時間升級了 裝甲步兵 兇人這邊在猶豫 要不要升裝甲 但我是覺得現在要升的話還是可以的 現在要升並不是太晚的事情 黃金還差一點 OK有63塊了 要點嗎 點了一個一劑伐木 我們都不點了 點伐木技術通常就是不點裝甲了 直接變身反殺回去 砍死了一隻棒棒 第二隻棒棒倒地 肉馬也被砍了一刀 直接殘血 但是肉馬這裡有點危險 被戳到了一槍 viper這邊有點小小失誤 但是問題不大 兩邊肉馬都殘血 能夠回去嗎 哇 結果viper的肉馬是砍輸了 但是3隻裝甲已經順利活了下來 OK 那viper現在可以用這3隻裝甲 盡情的去繞對方家裡 好 兇人看到裝甲步兵 馬上點下了工兵 正常的工兵反制 那有人會說 欸為什麼棒棒之後 通常不會直接肉馬 最主要是因為肉馬 已經消耗掉了大部分的這個 肉馬需要非常多的食物喔 那棒棒開捲的食物消耗會非常多喔 所以通常我直接轉工兵是會更好的 那如果你要再轉肉馬的話也是工轉肉馬啦 會需要一段的轉型時間 那通常也是會比較建議點下一級農田喔 但是通常打棒棒的情況下 是很難去點一級農田 所以通常點尖高手們 他們會直接去灑下農田 而不會再堅持點下一級農 再去補農田喔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細微的差異喔 那你會說這個很重要嗎 我是覺得很重要 這個細節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在實戰中會遇到很多這種麻煩的問題喔 你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每次我經濟都會輸對手 然後這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硬要點那個一級農田的話 你的整個遊戲的節奏就會完全不同喔 那當然如果你能偷點起來的話 對方會沒進攻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那最主要是在這種頂尖對決的情況下 有沒有點喔 跟這個遊戲節奏來說 可能只差個30秒或是1分鐘 那就差很多了喔 好那Viper這邊 弓兵兩隻直接上高地 弓兵還在拉打 繼續射穿裝甲步兵 右邊裝甲步兵剩下14滴血 但是這兩隻弓兵已經走進來 開始射 但是後面兩隻毛兵還在追 稍微射一下 OK那應該就是小打小鬧了 好 兇人這邊要開始轉馬了 OK 18片田 開始轉馬 但是Viper已經要升到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Viper可能要找個機會把家裡全部圍死喔 因為聖城堡時代是最容易被對方給弱馬打穿的一個情況 緩急回去 一拳打死這個弱馬 好那弓兵已經來了 但是這個洞 Viper把羊帶回家吃 這個洞沒有蓋好喔 176 好那這邊拉回去 上回膽住了啊 那現在Viper有兩隻村民怎麼在野外搞事還被哈特發現 咦怎麼有兩隻村民在這 好這隻村民去找一下 欸欸欸沒有看到 Viper這隻村民直接來打生頭 直接被發現 哈特這一波弓兵打得太漂亮了 本來要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生頭戰術 這樣看起來是失敗了被抓包 那被抓包的話那就沒辦法 兩隻村民都沒有辦法成功 但是這隻村民 欸結果還是讓哈特丟失了 這個視野 那哈特其實還沒有放棄喔 他還是在找你的村民在哪裡 只要讓你前置 BK 修道院不成功 那我就還是能搞到事情 好Viper這邊還在找機會下 但是要下在哪裡 可以騎士過來還是在騎士的地方 補成人中心 補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OK 那這一個打法呢 之前我們在 搶城王的影片裡面喔 沒有看到 那搶城王為什麼叫搶城王呢 因為他以前玩賽爾特人 他這一招打得是非常零零盡致喔 用這一招在以前的時代打上18加以上 是比較 微妙的 但是 你們也知道的 西帝國你只靠一招 要再打到Viper這種境界的話 是完全不可能 所以我那時候也沒有多做 這個搶城王的介紹 我覺得這個介紹 不太必要 不太必要 跟搶城這件事情 搶城身頭也不是他的專利 是很多頂尖選手也都會用的打法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這邊 有些人 三隻 騎士 直接手撕掉了 哇 VIPER這一波是直接按騎士 然後 弩炮出來了 OK 那現在 弩炮獲得免費的彈道血的效果 VIPER這邊的弩炮 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工程器製造所這邊衝車趕快按喔 當你有 前線的這些 產能控制權的時候 按幾台衝車過來 是會讓對方壓力很大的 因為他的木頭要再重新補下這些東西 會影響到他的經濟喔 所以呢 也不一定喔 每次都一定要靠投石車 去直接拆城鎮中心喔 那我覺得VIPER這一波就打得很好 這個遊俠 不是遊俠 騎士配奴炮 還有這個衝車 頂到哈特生活無法治療 雖然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但是現在還要再補下這些產能 其實壓力是非常大的 那這邊哈特其實要趕快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按出頭車趕快反制這一些的奴炮 跟衝車 但是墓區喔 一直被騷擾 沒有辦法去轉出正常的兵力 你現在要轉出騎士喔 也是非常的有壓力的 好 那現在就很麻煩了 VIPER的騎士現在還比哈特 兇人這邊還要多 所以現在這裡就很尷尬 很尷尬 好 這裡衝車趕快輸出 點掉你的產能 我就能WIN 然後再點掉一個 但是有 再囤出了一匹馬 兇人 馬再繼續囤 這一波哈特要被秒殺了嗎 VIPER這一波生頭 不只是生頭 衝 衝車奴炮路線 給到了兇人很大的壓力 等生女沒有第一時間招響直接倒地 VIPER這邊招響出現了問題 這一波騎士能夠抓掉大量的奴炮 好 但是奴炮倒缸 應該也沒有了 OK 騎士數量還有四隻 結果VIPER的騎士怎麼感覺打不太 後面的生女還在繼續給壓力 好 槍兵過來 VIPER這一波應該要被擋下來了 哇 結果還造想到了一隻殘血的騎士 哈特這一波很賺 殘血騎士要繼續保留下來才行 但是VIPER的生女也來了 哇 要是VIPER剛剛那兩隻生女沒有失誤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 直接輾壓回去的 騎士數量加2對方減2 前面的戰場應該是能夠打得贏 好 這兩隻殘血的槍兵居然沒有拿下 VIPER直接把騎士給拉了走 但是生女還是有招響到這隻騎士 還是被解決掉了 那最後兩邊打起來的結果是 兇人受到了一些經濟損傷 但是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VIPER這邊就要思考了 要繼續進攻嗎 還是要開始轉農了 這邊已經開TC了 這邊要開始轉農了 那為什麼這邊要開始轉型呢 最主要是因為 你在繼續做強攻路線打一波流的話 對方可能這時候還在繼續暴兵 還在暴 而且人家的房子也不用蓋 可能或許 而且他現在有軍力上的優勢 然後可能會繼續暴兵 那如果這時候突然轉農的話 然後對手又會害怕你的兵力 如果你的兵力也沒有在按 然後他就按了一堆兵 然後又打不到東西 然後又全部都守在家裡 這時候就是你偷經濟的好時候 這也算是有點心理學的感覺 你已經剛剛被衝爛了一波 你勢必一定會更緊張 想要把補一堆軍隊而不是補城鎮中心喔 那VIPER就是利用了這個心態喔 先讓你防守 那我今天在家裡趕快開農 我其實根本沒出兵 用繼續剛剛剩下的兵來騷擾你 這樣就足夠了 VIPER這邊已經點下了4個城鎮中心喔 後面這裡 修道院已經補下了 那目前這個階段 VIPER是4TC開農 HART1TC 等等要遇到4TC的開農 那VIPER這邊通常開農情況下 生旅要一直按喔 不能斷的喔 因為對方是走一個騎士路線喔 不是馬功 那如果是走馬功的話 就要補奴炮 或者是投石車 那這個情況下看來 VIPER只要繼續農 然後待會開始挖石頭 開始挖石頭 這裡石頭可能要開挖喔 然後去補下城堡防守就好了 結果生旅第一時間沒有招翔到騎士 直接被騎士手扔掉 好 但是後方這裡又一個機會可以 招翔 但是右邊又有城鎮中心 在HART的眼裡 VIPER已經開農起來 所以自己也要趕快 補下城鎮中心 好 這個就是偵查後確認 這是我們的頻道常講的 偵查後確認 我已經確認到你的TC 有4個了 雖然這裡沒有看到有城鎮中心 但旁邊有農田 十之八九 就是你已經開始開農了 那自然兵力就不要按這麼多了 待會要先把所有的經濟 放在城鎮中心身上 那VIPER這邊有村民上的領先 現在經濟雪球 可以慢慢先滾起來 那HART這邊可能會有點小小壓力 會因為對方已經開仙龍的關係 所以這邊騎士還是要先想辦法 去給到VIPER一點壓力才行 那VIPER這邊經濟是偷的非常久 連石頭都不挖 然後走了一個重裝長槍兵的防守路線 好 均勻補下兩個 三均勻 那但是可以看到4個城鎮中心的肉類 很極限喔 為了按槍兵可能是會斷村的喔 那VIPER這邊是點下輪軸技術 上方騎士再稍微繞一下 正面兩隻僧侶 好 兩隻僧侶沒有打算要做著想 VIPER是點下輪軸 還有神聖思想 開始繼續給壓力 兇人這邊壓力 開始要給了 也不能讓你這麼爽 那我這邊按下了一台工程器製造所的投石車 一定是投石車 創命直接手撕掉兩村三村搞定 這一波騎士打到了很好的戰果 那現在對手轉出了投車 VIPER應該會覺得說 那我這裡應該也要轉一下 但是現在這個城鎮中心被騎士控制住 沒有辦法正常轉 結果清潔兵上來把兩台奴炮給吃掉 這一波VIPER有點小虧 有點小虧喔 那看起來VIPER這波已經有點失利了 但是這裡只要轉出重裝長槍兵防止第二百 對 槍兵也太卡了 那這邊槍兵趕快出來給壓力 這邊高地就可以補工程器製造所了 這裡看到投石車過來 生鎮招搶低效地的騎士 但是村民不敢出來 現在清奇兵過來給壓力 槍兵防守在生鎮的位置 兩邊打的算是中規中矩 沒有太多特別的硬要打的方法 我覺得打的很不錯 現在HART有轉清奇兵 我覺得算是進攻的細節喔 不過你純靠 純靠騎士的話 對手的僧侶就會有點無法無天了 會非常難慘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細節 是VIPER剛剛點下的神聖思想 現在也不太害怕投石車了 不會一波倒 但是現在HART很機靈的轉出了馬弓 但VIPER這邊奴炮守在了伐木區 肉馬過來想要解決 但是有槍兵 看到了 能夠拉走嗎 最近困難 槍兵進來繞一下你裡面的情況 VIPER裡面情況是三個軍營 一個修道院 裡面還有四個聖物 哇發大財 但是這裡VIPER並沒有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反而是開始補下槍兵的防禦升級 哇這裡不補工程器製造所在上面 而是在下面 那就意味著上面的防守應該是要放棄了喔 好生女上來招翔 但是倒了一隻生女招掉了 三隻馬弓 三生女全部倒地了 好VIPER這邊點下了一弓 現在這個時間點是這個遊戲裡面最難打的時間點 VIPER這邊只靠槍兵可能會打到頭破血流 對方騎士有點多 好哈特現在馬弓繼續點 開始轉型了 馬弓配騎士還有駝車的鴨子 駝車砸一發 VIPER直接換了一隻 但是第二隻可能沒機會就要被射倒了嗎 村民拉過來要修理嗎 臨時力先投個一發 沒有辦法把洞補起來 好但是騎士已經在裡面了 VIPER這一波的操作很漂亮 補起來的洞子村民也沒有被射倒 這個手術真的有多快 好裡面的騎士開始在繞 現在VIPER 開始補房子 把下一洞補起來 這樣騎士就無路可逃 但是這裡有個洞 斷洞出去了 這裡VIPER沒有再繼續圍 但是還是戳掉了幾隻騎士 馬弓繼續過來騷擾 又賺了幾隻 LIPER這邊大獄了 沒有閃 槍兵過來 後面的城鎮中心 繼續開採支援 目前這邊一直被拆建築物的壓力有點大 大量槍兵直接戳過來 戳掉了一些騎士 哇哈斯這邊被突襲一波 沒想到槍兵直接貼到臉上 好那VIPER這邊可以考慮直接撐帝王時代了 這邊帝王時代可以趕快補一下了 好看要不要直接選擇斷春 OK選擇了斷春點帝王 好傳媒術現在上116吋 對上哈克的101吋 那到帝王時代 要來期待一下VIPER會打什麼樣的戰術 那如果依照近期的VIPER來看的話 我猜有可能是松蘭武士配上 武炮衝車的路線啊 最近VIPER很喜歡用衝車啊 如果有對著我們頻道的觀眾 就會發現最近的VIPER衝車的登場率有夠高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帝王時代 VIPER會怎麼去做處理啊 好爐炮 哇按了很多 看來是要走爐炮路線囉 五台爐炮 OK 彈道雪也補一下了 那應該很確定是爐炮路線 爐炮配槍兵 這個問題是沒有辦法打可以投磁車 好直接首點 把頭車給點掉 他直接馬弓做的還是很好 好現在馬弓起兵 打重裝長槍兵 相當舒服 待會地用時代還有安息人戰術 還可以讓你安息的更快 好高低高打低這瓶炮很準 彈道雪直接射穿了這些馬弓 馬弓被串燒到真的是會頭皮發馬 好再串個一發 哈特現在地用時代還有跟獸跟技術 輪軸技術也都點下了 好爐炮地用時代還有10秒鐘 哈特這邊可能地用時代還是要轉個遊俠會比較好 但是現在Ryper的槍兵有點多 現在不太想轉遊俠 還是會先走馬公路線 先把安息人戰術點出來 還有這個化學三級色 好再看情況要不要轉 好Ryper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雖然武士按了三隻 但是重型奴炮還沒有辦法升級 騎士直接過來輸出 打掉了一台奴炮 雖然武士被著想直接回頭一個反擊 把自家奴炮給打到頭破血流 可以再拿一台嗎 沒辦法 重型奴炮跟槍兵已經補下了 大擊兵被開措 往左走 結果這裡有一個礦 這個城堡控住了野礦 哈特這邊成功來控住自己的野礦了 這好像不是喔 這邊是直接控住了兩個野礦 結果投射直接被打掉 槍兵的部分 繼續守在前面 奴炮重型奴炮出來之後 射程變得很遠 直接射船 來這邊奴炮壓力給的很大很大 奴炮配槍兵 直接射穿了哈特的部隊 但哈特的馬公並沒有因此 就撤退 可是繼續想要深入 奴炮的問題就是移動速度慢 那我可以用馬攻擊東西去跟你換 換這個移動的空間時間 這裡 沒有散開來被打到了沉盾傷害 三級的步兵鎧甲板甲基礎點下了 好 兩個野礦直接控好控滿 這跟城堡CP值價值連存 好 現在槍兵趕快出來 馬公要先想辦法處理一下 雙人現在還沒有點下暗血人戰術 所以打槍兵傷害還不是這麼的可怕 好 點下了松蘭武士賽特狂樂 賽特狂樂點下了 再回奴炮的血量會再加個40% 60滴的40%應該是80幾滴吧 還是92滴 又有點忘記了 奴炮真的太少出 我們來看一下 縱起奴炮在帝龍時代的賽特的表現 這個是非常極難看到的畫面 84滴血沒有到92 84滴血 也是很多 好 奴炮的部分 16台 雄人這裡是沒有辦法升級投石車的 他只有輕型投石車 那要打這些奴炮的話 除了衝動車以外 可能就只能靠大量流霞去直接解決 但是HOT直接用馬公進來騷擾 結果被奴炮竄到頭破血流 哇 倒地的聲音 馬公快要扛不住了 VIPER已經步步推進到你家門口 HOT是選擇了走 重型 重裝馬公 想要直接手點奴炮嗎 看起來有這個想法喔 只要馬公一次排開輸出的話 奴炮的傷害價值喔 就沒有這麼的強大啊 這是一個 我覺得算是一個賭注喔 不是你射穿他 就是你被VIPER射穿 只有這兩種可能 這就是在講坦話 好 那現在馬公的部分來到了32個 喔 結果正面槍兵還是有戳到喔 哇這槍兵 很快很快 結果肉馬這一波輸出已有到 如果馬公升級好 直接手點奴炮傷還是可以有的 OK 母炮直接被手點光 VIPER這一坨母炮突然回家 看來是想要跟家裡不多會合 但巨型頭時機已經打輸了 HOT的巨頭成功拿下VIPER的城堡 VIPER到地獄時代 轉出了大衝車還有增兵技術 突然意識到衝車這東西還是有點好用 還是有點好用 趕快轉出來 而且賽爾特人的大衝車的血量是非常可怕 我記得是384D吧 384嗎 反正就是很多 好 這裡馬公抓到了一些村民 VIPER這邊有點傷 但是馬公也是被反擊了回去 少了大概4匹馬公 好 正面的馬公衝過來 結果直接被弩炮串光 巨頭直接前壓 這裡三台巨型頭司機 再考慮不要往前嗎 這裡往前的話有點危險 因為兇人的巨型頭司機的話 有命中率的加成 VIPER對丟巨頭的情況下 是輸的機率偏高的 除非真的靠賽一直命中一直爽 但是這個機率是非常低的 HOT這邊點下了三級馬卡 看來還是要轉個馬 不然就是配個馬公 配大洛馬如何呢 這個搭配組合 對於現在局勢會比較好打一點 但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農田待會要補到快要60片田 51片田也差不多了 因為這個肉需求量會非常的大 好馬公現在在高地這裡 繼續騷擾 VIPER想要挖石頭 但是一直被控死 哇村民又被抓 VIPER這一波小傷 酷了 村民直接被大爆射 巨型頭司機找個機會架起來 VIPER會把巨型頭司機給拉走 成功攻城 好換自家門口 村民被弩炮騷擾 這裡有看到嗎 好像沒有時間 但是HOT在多線進攻了 上面兩邊都在騷擾 肉馬繼續往前噴 HOT的槍兵趕快 不是VIPER的槍兵趕快守 大通車沒有機會點 現在壓力越來越大 正面的槍兵戳掉了一堆馬公 好 好 奴炮串燒 這個傷害 哇很炸裂 好 VIPER現在 奴炮加上槍兵 繼續生產 繼續生產 好奴炮串爛 清洗兵 好槍兵往後拉走 那關的部分 還在出 但是肉馬按的比較多了 好 MIPER左邊蓋了一根城堡 大通車有機會點了 還是這邊要整個大通車呢 好 MIPER現在木頭有點缺乏 有點缺乏 有點缺乏 好 大通車點下了 這裏黃金被控下來 所以有兩塊附金喔 所以附金暫時被控沒有問題 化學點下 炮的傷害可以再增加一點 好 大人槍兵守在正面 不想讓奴炮受到大量干擾 槍兵繼續往前推進 好 大人槍兵守在正面 投石車直接砸掉 巨型投石機很準 好 但是 城鎮中心中間已經爆開了 後面要趕快補更多的射箭場 補射箭場 不補 不補肉馬 你覺得肉馬更需要 或是直接補農田喔 把那些射箭場的木頭 去灑田 是不是會更好 哈德這邊點下了三攻 安血忍戰術 現在25隻 龍炮 繼續給壓力了 Wipe現在是點下了二級色 化學的升級 龍炮部分已經快要升級好化學了 待會傷害就可以正常一點 16加1 17點傷害值 好 巨型投石機 快要成功拆除 好 衝了進來 有點害怕 一堆馬弓 把槍斃往後拉 這邊的部分 這裡也在給壓力 大衝車要準備轉型了嗎 有點期待 看到Wipe的大衝車 但是是不是不用大衝車 就快要把對方家裡給拆光了 巨型投石機一直拆 一直爽 好 這些田直接全部控制下來 巨型投石機直接開砸起來 砸掉了三台奴炮 用巨型投石機 當作弓兵去反擊 這個策略似乎也不錯 當成火炮來用 好 好 前方的部隊 看到這個情況 有點炸裂 這些車間場蓋完之後 也沒意義 因為你現在去的是肉馬 可能這邊木材 拿去撒農田 真的是會更好 好 那現在馬弓也不知道該不該按 但我覺得還是要補一些 雖然馬弓不太好導弩炮 但是如果散開開來 直接硬點 前面沒有槍斃的話 直擊後方弩炮 用臉硬換的話 說不定能換得贏 說不定 MIPER在下面的防守 沒有太多的攻勢 反正下面的附近快挖完 MIPER其實也沒那麼積極 想要去做處理 這個弩炮 直接解決掉了這裡的村民 附近的部分挖得很開心 還有挖石頭 MIPER的資源是越來越穩定 但是後面一直有肉馬被騷擾 這裡的一波肉馬也送了光 MIPER決定要拿下這裡的城堡 這個城堡真的被拿下的話 HART就會非常難打這一把了 槍兵直接往前貼 也不管你有沒有巨頭 或是防守部隊 反正我用垃圾兵換就完事 OK 三攻點下 槍兵的傷害終於來到最高 奴炮現在在後面 繼續往前推進 壓力非常大 奴炮大軍來了 馬攻直接被串光 哇 這個傷害頂尖炸裂 謝謝HART打出了GG 我們恭喜W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WIPER這把賽特人打得十分精彩 直接靠奴炮串光了所有的馬攻 但我覺得這波HART是直接 故意送給WIPER打就是了 蠻明顯的要投降了 槍兵直接戳上來 槍兵也沒有辦法架起來反擊 城堡應該也是很難修起來 那WIPER這一波的 帝王奴炮賽特人 打法 我覺得相當的新鮮 以前是很難看得到在頂尖對決裡面 看到奴炮出現 現在奴炮 說不定真的 可以常常看到了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WIPER打下 木頭黃金食料的部分 支援贏了一萬二 贏了也還是蠻多支援的 那WIPER後面的四生物 最後是非常誇張 成了3600塊的黃金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